回到股東前朝台北股市呢 今天是帶量大漲 不過量能似乎稍嫌不足 目前的漲勢稍微往下收斂 預估量現在大約是在1175億左右 那今天是不是以 跌身反彈為主軸呢 跌身轉強的個股帶您來掃描 包含了永德、紅陽KY、銅智、陳明電 光鼎、樊軒、如新、美綠、波若薇、鴻海 以及台紙都是今天開牌 跌身轉強的標的 好 怎麼做這個禮拜 國際金融市場變化的一個最新掌握 我們馬上要來請教現場的籌碼專家 阿斯批林 聖明哥早安 早安 各位投資朋友們大家早 好 上個禮拜呢 在美國就業數據報家音的情況之下 道瓊指數又在創歷史新高了 美股看起來呢 疑似要翻轉不成 反而又往上不斷的做了一個突破 到底一直創高是不是好事呢 因為美國有一位相當知名的 億萬富豪投資人伊坎 他過去曾經大買蘋果的股票 他最近也針對美股發表了評論 他覺得呢 美國股市現在不斷的往上 在毫無上檔壓力情況之下 一直往上飆 市場好像有點陷入到 過度亢奮的情緒當中 而且這個禮拜呢 美國聯捲會的利率會議 可能呢 升息一馬是大勢底定 在聯捲會的FOMC會議之後 美股還有美元會出現 什麼樣最新的變化呢 對 這個美股 這禮拜最重要就是升息 那美股當然市場都一直警告他 一直警告一直創新高 但是事實上目前來看呢 就只有美股創新高 歐股回檔 雅股包含台股都明顯的回檔 那我們來看一下道瓊指數 在上禮拜五再漲了一百多點 再創收盤價的新高 這個黑K它的收盤價還是比禮拜五的低 所以收盤價創新高非常的強勢 再度挑戰前波的高點 不過美股也不是全部都強勢 美股我們如果來看看 費城半導體指數的話 可以看到費城半導體指數 在前個禮拜出現明顯的重挫之後 目前來看上禮拜五 在美股全面收紅的情況下 還是下跌0.5百分點 所以還是一個重挫 然後出現一個微弱的反彈 所以美股裡面也有空方指標 整個歐美地區歐洲也是偏弱 所以現在只剩美股在撐 是不是因為整個費的準備升息 資金回流到美股 而且加上賣掉歐洲的股票 也只能跑去買美股 在這種資金集中的效應 所以道瓊相對強勢 所以我們還要觀察費城半導體指數 可不可以穩定低點不要再跌破 空方壓力才會減輕 整個櫃台 我們的小型股指數 在上禮拜也是出現連續性的下殺 這個下殺是進到非常強勁 我們可以看到過去貴彩指數 是一個上升的收斂的一個形態 本來有機會出現一個突破的 感覺那一支是要強嘎空 但是嘎空才嘎個幾天 失敗以後迅速的拉回 不但跌破這個支撐 也跌破季線 目前是反彈到季線附近 是不是可以在這個地方指紋順利站回這個支撐之上 是觀察重點 否則假突破真拉回 那我們就要看 他可能所要的目標 就是一個年限的位置 我們來看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也是有一樣的一個情況 加權指數這個是週K 上禮拜他是連續性的 連續兩週都收黑 連續兩週都收黑 他不但跌破一個短期支撐 也跌破一個從7999點以來的 一個長期的支撐線 所以除非加權指數要迅速大漲 迅速大漲 站回去 站回去這個支撐線之上 否則加權指數漲了這麼久 可能要面臨一個中期的修正 修正當然就看年限 甚至會看到兩年限 是比較悲觀的做法 所以看近期的反彈 看美股會不會再創新高 把台股整個起死回生 否則還是要保守看待 所以從充滿來看待 外資的起貨事實上 也開始看到這個現象 在做持續的退場 外資整體的進步位 只剩下3萬6千多口 跟之前最高9萬口 跟最近的高點5萬口 現在只剩下3萬6千多口 算是一個非常低的水位 那代表短線波動的小外資 也是連續三天都減碼 只剩下3千多口 所以投資朋友如果注意 這個扣掉大外資的 這個小外資數量 如果翻空的話 代表短線下跌的速度 可能會加快 目前只是看到小外資減碼 代表說還不一定認同這個反彈 所以這個反彈會不會成型 就看外資的多單 會不會加回來 小外資起貨部位 可不可以增加 那我們再來看 外資的這個現貨的部位 事實上也是非常的保守 所以上一波加權指數過高 外資是買了400億回來 但是這一波 還沒跌破前波的低點 外資又賣掉了700多億 所以這邊一賣800億 只買了400億回來 又賣掉700多億 所以這700多億多賣了300多億 結論就是從高檔到從七八月到現在 外資已經賣了1000多億 這很明顯是一個保守的一個態度 所以外資現貨沒有大幅的回補 那我們也不能太樂觀 不過有一個比較可以樂觀的看待是 外資在上禮拜二三四五 而且借券是明顯的在做回補 是不是外資在這個地方 認為有機會做一個質問 那我們看他的現貨還是賣超減緩 如果他賣超減緩 加上借券的一個明顯回補 這個地方有可能會有一個短線的反彈出現 這樣子 那我們所以我們看高檔在這個地方 外資做多 在這個地方 直穩的話他做多是哪些 事實上我們來看待非常奇怪 這邊10檔股票裡面 說電子股就低基期的聯電 還有防禦型的中華電是電子股 剩下可以看到 合庫金 永豐金 台信金 開發金 元大金 中信金 這個市場裡面有6檔都是金融股 看起來都是一個防禦性的操作 並沒有完全找不到 偏多的電子類股 市場喜歡的那些汽車概念股 蘋果概念股都沒有 看起來外資對電子股是非常保守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裡面 外資還比較偏多 主力籌碼也是偏多的標的 所以他雖然是防禦型的 但是的確籌碼是越來越好 市場開始往金融股邁進 所以中信金的籌碼連續三週 都是千張大戶買進 誰賣出 都是閃戶在做賣出 所以相對來看 金融股目前是一個撐盤的角色 是資金往這個地方做靠航 外資在這個地方 還是積極在做賣出 已經跌了400多點 外資還在做積極賣出的標的 現貨賣出 借券增加的 這邊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電子股 幾乎是一面倒 大概只有振興 不是電子股 剩下的全部都是電子股 鴻海就是最近外資很明顯賣出 而且散戶持續接刀的 這個重要的標的 很多人看到鴻海 為什麼營收這麼好 外資一直賣 當然是看到可能未來的 這個財報可能會有影響 所以我們看不只外資賣 鴻海的主力籌碼 事實上也是比較偏弱 鴻海的主力籌碼 也是持續在做賣出 而且不只賣出一週 連續四五週 千張大戶 鴻海千張大戶都站在賣方 當然就是外資 誰接手 可以看到都是10張以下的 散戶連續接手4張 所以鴻海未來就算要漲 也是要打底 把籌碼洗乾淨 才有機會往上 所以暫時不要這麼快的做低接 等它的價格直穩 再來低接 都還有機會 目前整個大盤的結構是比較偏弱 為什麼 因為整個短空的加速 我們說這個綠色的這個數量 就是加速就是短空的 月線下彎的數量 目前已經來到1088家 最高來到1150家 目前還有1000家以上 上漲的短線偏多的股票 只剩下500多家 所以在這個下跌加速 還有超過1000家的情況下 市場下跌的壓力都還是存在 所以目前來看 如果大盤可以只穩個兩三天 都不要破低 那可能就還不錯 但是如果反彈歸反彈 反彈過後 如果它下跌的速度還是很快 投資朋友們還是要謹慎一些 好 非常感謝阿斯匹林 幫我們帶來盤面上籌碼面的一個解讀 跟觀察 短線可能操作還是要謹慎